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一个大学四年级的学生 他学了四年的英语 他可以用英语说任何东西 他甚至可以当现场的口译 他可以用英文写作 读说听写 他没有什么问题 他文章只是说写得漂亮不漂亮 但是你要让一个汉学家 他学了一辈子的汉语 他用汉语发言 像顾冰 那就是算他因为写在本子上 那样那样念天 但脱离开那个 他没有任何办法 他马上要变成 换成英语 因为德语是他的母语 我们也听不懂 他马上换成英语 我跟国外的所有的 一流的汉学家 我基本上都接触过 我好像跟大家 有没有说过这个事 没有是吧 很遗憾 十几二十年前 我就认识Paylor Link Paylor Link是当时 就是说当今世界上 汉语说的最好的那些汉学家 我都跟他们交流过 Paylor Link 原来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 在那个 就是八九事件 他 有两个人加着方立芝 从美国大使馆出来 直接上了美国的车 然后坐了美国的 砖机 跑回美国去了 是美国保出来的人 方立芝 大家知道这个了 是吧 丢四据说是跟他有关系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关系 就是那个Paylor Link 就是陪着方立芝出来了 那么在六四之前 我认识他 当然他后来这个 和中国这个反华 这个我们要和他划清界限 但是在此之前 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汉学家 汉语说的 当时世界上 他可以说是数一数 一口金枪 他文化大革命是在北京当红卫兵 所以他那个说的非常好 我是那个时候 八十年代我就认识他 就跟他谈过多次 后来我到国外也跟他谈过 那么 还有说的好的 澳洲有一个叫做 也叫做白杰明 杰明 他也是一口金枪 说的非常漂亮的汉语 这个我认识 那么最好的翻译家 葛浩文 就是汉语在美国 最好的英语 最好的翻译家 葛浩文 我也跟他聊过 马越南 我也跟他聊过多次 那个英国剑桥的杜德桥 我也跟他聊过 这都是汉语非常棒的 荷兰最好的汉学家 伊德马 现在哈佛当教授 我跟他聊过无数次 那个 这些人我都知道 那么年轻一代的汉学家 说的汉语说的最好的 应该就是赫迈小柯雷 这些人 但是年轻一代的 确实他们更那个 当然还有一些汉学家很好 那么杜伯尼 就是伯尼玛德格 我也跟他非常说 他是蒙隆诗介绍到 翻译蒙隆诗翻译到国外的 最早西方了解蒙隆诗是杜伯宁 反应他是立下很大的功劳 但是这些汉学家他们都是这点 我当然承认他们研究中国问题 他们有一套方法 西方那种训练非常好 他们掌握材料 处理问题的方法 思想的角度 这都非常好 我都承认 但是你要他们用汉语来讨论中国的问题 就没有办法 他只能用英语 年轻一代的柯雷 像赫迈小 还可以 但是你讲快了 讲得复杂了 可能也会有一点点的问题 但是因为现在赫迈小的汉语越来越好了 因为他的妻子是中国人 那柯雷可惜 他原的汉语非常好 他一直在中国混 但他的妻子是荷兰 所以他们两个是同学 他们就会有差距了 但新一代的汉学家 因为他们跟中国的交往很多 然后又交了很多的中国女朋友 所以他们的汉语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依然会有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汉语太难 你像我们这种要非常微妙的细微的 差异的那样一个体系中 我们来讨论中国文学问题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大家看到 我们如果说是一个中国的留学生 在美国待过几年 他可以用英语讨论任何问题 几乎是没有任何障碍 至于他思想的问题 那是他理论的学术的高度问题 是吧 他在语言上面没有问题 语言上面没有问题 但是汉语太快了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就是汉语文学的价值 你要让西方人来论可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吧 他只能读翻译 但这个翻译能不能传达出 好的作品 有可能 但是不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可能性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 所以莫言的作品翻成英语 德语 什么法语 它几乎是没有什么意思了 甲冰娃的 他们根本更翻不了了 严年科的 受活 他怎么翻 他看都看不下去 是吧 他就是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对他们来说 要论识中国文学的这样一种 在语言来建构 别的我从来不敢越出文学去谈论别的 你说绘画 你说电影 所以在西方 中国电影很吃香 那个东亚系的学生 跟他讲电影 电影一放 大家都看得懂 是吧 那人都认得出来 是吧 电影没有问题 音乐也没有问题 但是文学 所以文学如何国际化 这对于一个民族来说 对于一种语言来说 对于一种文化来说 确实是非常非常严峻的挑战 因为昨天顾斌也说了一句 他说的非常对 他说我们不敢 汉学家 你不敢把这样一个母语的东西翻成外语 但是你敢把外语翻成母语 就像中国人一样 是吧 你敢把英文的小说翻成汉语 但是你不敢把汉语翻成英文的小说 所有中国的外文局 做了几十年的努力 当然我们最大的大师是杨先毅先生 是吧 他把中国的《红楼梦》翻成英文 但是西方人始终不能够接受 始终不能接受 而且他的太夫人戴乃迪先生 是吧 他是那个 也是修炼了几十年的中文 是吧 然后在中国生活了一辈子 还经过他的论色 没有办法 大家理解吗 因为写成一部文学作品 大家写作大家都知道 写文学作品 和你写论文 论文把意思表达清楚就行了 你像比如说 像我们读英文的文献 我可以判断这篇文章好和不好 但是你叫我要判断一篇英文的短篇小说 它的语言 好不好 我没有那个水平 我这个惨了 你有那个水平吗 我觉得你不是这个母语 你也不行 你完全 对语言的这种 何况是 何况是英语 我不是说要把汉语跟他妖魔化 或者把汉语跟他神圣化 汉语 我也说过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 有1300年的科举制度 就是靠写一篇文章 来确定一个人一生的价值 全世界只有中国 只有汉语 是吧 这意味着什么 这个民族把一篇文章的写作 看成真是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 那个时候还没有科举 还没有科举的时候就这样 所以大家会理解汉语 所以大家是中文系 中国语言文学系 所以大家肩上承担着重论 是吧 铁肩肩道义啊 这个大家是 虽然是大部分是楼落的女子 是吧 但是你们肩上承担着 人类一种最 最美好 最丰富 最复杂的语言 他的一种流程的责任 所以这个论物很艰巨 不要说学中文 没有价值 没有意义 是吧 你们的存在 应该说 比熊猫的存在还更珍贵 我觉得今后 北大中文系的经费的预算 要跟熊猫的经费的预算 要一起来 大家同意不同意 一只熊猫一年要多少 要350万美元 是吧 我们只要十分之一 是吧 我们只要十分之一就行 一个人头费 这有点开玩笑 但是我说的都是 都是经国之大业 所以就说 确实我说到这样的语言 说到女性 其实我们这又回过头来看 这是否有一种女性的写作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在西方语言中 这种英语的书写中 女性和男性的书写文体 风格有什么区别 我实在是不敢说 但是我们在中国 汉字的书写 汉语言的书写 因为我这个没有办法下结论 因为它会有两种意见 都可能站在中角 我们会看写字 是吧 男性还是女性 这个写字的字体就不一样了 是吧 女孩子写的均秀 规者 男的就是龙非父母 这个糊里糊涂 寥寥草草 是吧 所以男性都是不负责论的 所以女孩子从小就要知道 男性都是不负责论的 你要指望男性负责论 这是痴心妄想 他们写字就寥寥草草 所以这点我是留给大家思考 那么但是呢 我们会看到 相当多的中国的女作家 他们讨论的是历史叙事中的女性经验 我是在这个意义上去讨论她 他们不认为女性 他们是具有典型的女性写作 你像这个铁宁 是吧 我们现在对 我们作写主席还是女作家 这是选得非常的正确 是吧 因为今后都是女作家了 那个王爱义 她也不太承认她是女性写作 那张康康 后来这个 后来 变得有点承认了 但是在此之前 她不太承认 但她一直这样一个 也不愿意把写作分为男性和女性 再像其他的一些女作家 有相当多的 我们或者这么说 老一辈的女作家 都不太强调她的女性身份 新一代的女作家 都标榜她的女性身份 所以女性写作在模拟上 它也是几代人的 不同的立场 和不同的一种选择 所以女性意识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识 是她与生俱来的 和她的身体 和她的生理相关的意识 还是一种意识形态 还是一种被教育的 被指论的一种东西 这里关于女性主义 我就不太多说 这上面大家可以浏览一下 就是女性主义的 这个是网上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也没有办法给她下一个 非常独特的一种定义 我们通常是用这个feminism 就是用这个 过去是叫女权主义 但是现在为了这个 好像女权的这样一个主义 像一个运动 政治性太强 所以翻成女性主义 其实它英文都是一个字 英文没有什么女权主义 又有女性主义 这是汉语所玩弄的一种花招 最早是出现在法国 意味着妇女解放 后来传到英美 五四十中国就有女权主义 所以在西方 这个女权主义是追求男女平等 是选举权 所以二十世纪 二三十年代的西方的妇女 基本上都争取到平等的政治权利 但是也有历史学家 他们认为女权主义 女性 妇女解放跟战争有关系 战争需要动员所有的人参加 是吧 所以妇女要男人去打仗 妇女要动员起来 所以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都是妇女解放的高潮 历史学生有这么一种 我觉得这个解释非常有道理 那么这个意思上来说 当然这个问题的提出 意味着派生出另一个疑问 就是说妇女解放 假定说妇女解放是战争的产物的话 那么这个要解放妇女 意味着什么 大家会理解意味着什么 是一种什么提问吗 就是有一则英国的幽默笑话 就是那个破案的那个叫什么 破案的叫最会破案的 福尔摩斯 对对 这在英国的网站上 有数年被作为幽默第一 就第一可笑 但是我觉得中国人理解的幽默 和西方人理解的幽默实在不一样 我听了之后 我不觉得有什么多好笑 就是福尔摩斯和他的助手 那个叫华生 华生出去破案 破案了 那么他们晚上太晚了 就赶不到一个村庄 就在野外就露营 露营就达了帐篷 这两个破案的高手 是吧 侦探的高手 就在野外达了露营 露营睡到半夜 这个醒过来了 福尔摩斯就问华生说 华生 我们看到星星了 他说 哦 看到星星 很美啊 天空 星星闪烁很美 他说华生 我们看到星星意味着什么 华生 意味着天空很开阔 傻瓜 我们的帐篷被偷了 那么 就说 侦探 这个帐篷被偷了 这个英国人觉得 这太幽默了 觉得这太幽默了 就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会觉得好笑吗 一般 当然也不是太好笑 英国人排在第一位 他排在第一位 那么我说 战争解放的妇女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样的解放 意味着什么 所以我这个是留给 留给你们的问题 留给你们的问题 我不去回答她 所以 我刚才也讲到 妇女解放西方的女权主义 也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代女权主义 这样一个观点 都是可以质疑的 不是定论 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19世纪下半叶至 20世纪初 这也是跟工业革命相关 其实你可以看到 妇女解放运动 并不是一个 纯粹性别的 或者自我意识的 哲学的 思想的 它还是一个社会的 生产的 生产关系的这种解放 即使是19世纪下半叶 公业革命 以及一次世界大战 这种剧烈的社会冲突 它需要妇女 解放出来 需要妇女参与到 社会的 这样一个运动 社会的生产领域 充当社会的劳动力 这些 那么第二是 现代女权主义 是60年代 跟左派激进主义运动 是相关的 第三个是 后现代女权主义 是20世纪 60年代之后 叫做后现代女权主义 这个是相对的 这个是可以质疑的 所以我刚才 说到女性主义 有广义和侠义之分 广义的女性主义 可以指所有女作家 写的作品 它都会有 女性意识投射其中 因为这必须要有一个理论前提 所以大家要学会讨论问题 学会对这个前提的设定和质疑 就是说女性的身份是存在的 甚至女性的身份 在某种上它是可以本质化的 确实存在一种女性的身份 那么这样的话 所有的女性写作 都会把她女性意识 投射到她的作品中 假定说女性身份不存在 你比如说像铁灵 像王安逸 他们之所以认为 不存在女性写作 他们的写作和男性是一样的 就认为 这样一个女性的经验 和男性的经验 都是在社会中建构的 是吧 那么它并不是 有单独的性别疏离开来 那么因此 他们的写作本身 没有必要 确定为女性写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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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